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就会见到有时可能在场上他们的表现比较散漫些 态度不积极 结果你态度不积极呢 然后可能某些失波呢 喂 搞错啊 你这么容易封你都不会封 那些呢 你会不会形容它是假呢 我就会形容它们的确是未尽全力的 所以有时呢 你说假波论这件事呢 看你怎样去演绎吧 我是倾向相信的确是有这一回事的 嗯 嗯 当然啦 譬如拉都拉过不少啦 你香港也就是 愚远是吧 都两单啦 以成屯门普高 当然 但是又说到场场这么普遍 譬如98世界球决赛 巴西对法国 法国人3比0 这一场波 还不是假波 一旦发觉 斯丹又紧 然后这样进去 已经2比0 然后最后下半场 保时再多个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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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这些那么高啊 又没有假波呢 哇 那时候呢 98年 巴西就是 一帮球员集体失云 嗯 而且你也要考虑那时候的环境和现在的环境的相比 现在毕竟始终这个球市 这一行的运动越来越金圆化 越來越多金圓化,所以自然,或者透明度越來越高 大家,你說一一的機會當然是大 所以看看你怎樣可以避到 其實我經常想說假球,剛才阿靖說了那些心底話 因為本來我也不是很想說的 但是本地球,漁院也有兩間,近期 其實我經常覺得打假球一定會有 但是你打,你也打得聰明一點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不會用很明顯的情況來打假球 入球、烏龍、打球、角球 其實很顯而易見 有哪些人不明顯呢? 黃牌 譬如,我突然走過去,推一推他 你誰覺得我是有頭主導 我突然情緒失控,我上完頭 這些就是精明的打假球 還有,譬如,黑哨 雖然黑哨,我現在不說真的 有哪個聯賽球,先做就行 上至英超,下至港超 很多都是,你問我,看得搖頭 那場,如果差的決定,只有一兩個都算好了 真的有些,這些又不給紅鞋? 這些又吹?這些真的,你看不到? 但現在英超也是這樣 現在更慘,因為你知道有視像執法之後 令到多了人為的因素 是人,就一定有不同的意見 就算叫到上去視像執法房裡面 他們問的可能 我和林匡正有不同的見解 一有不同的見解 又通到下面的主球席 然後大家就在那裡爭 然後爭論呢,因為這場球是在進行的 你又不想我停頓位停那麼久 結果呢,很多時候都會出現一些很闖絕側的鏡頭 這個也是現在足球一個,你可以說無可避免的地方 所以近來有些聯賽,瑞典,我沒有記錯 不知道阿靖有沒有看新聞 就是瑞典,它率先撤銷不用這個視像執法 不過我經常覺得,就算有沒有視像執法 那些球證都是 這麼多年,已經講了很多年 有沒有視像執法VAR之前都是這樣 譬如你耳隔,有人都說耳駕,耳駕 耳駕 那時候你總和達斯,為什麼這樣被罰 有一句叫邵曼小龍哥 他就說他在邵曼搞放題的 你這件事叫什麼名字,雖然想我們幫親 他可以說完不怕說的 我見你有即刻留言 多謝所有即刻留言 除了假波、黑煞之外 譬如你大陸當然不用說 你看李鐵那些片,他多演 李鐵 還要李鐵,他什麼身份 什麼角色 名將來的 名將不用貪污 在大陸是整個風氣 說回 你想說英超、歐聯 還是說廣超先 當然是說廣超先 我常常在球場看到 大家當不在球場碰到林康正 要問問大家 大家要先進場 我每個星期都進場 是 很少人一場 多人一場 多人一場 三場 但我又想問問你 我好像沒有問過你 你是基於什麼原因 或者你選戲碼 你會怎樣選 決定他入哪一場 他都起碼在哪一場吸引我 你是不介意地點 地點香港有多大 雖然香港有多大 雖然有時候都不是 你有沒有去過北區 和南區 全部球場都去過不止一次 OK 還有就是 當然啦 香港每個球場都不同 比如你去釜山 或者你去椅子坐到你 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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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 有些都不差 有些連魚蛋燒買都沒有 但開始又買回南區那個香港仔 上個星期有 可能營油去日也會有 他本身就是營油 就是營油去燒賣 我也喜歡留意一下這些東西 比如南區那椅子不要坐 當然也好過虎山 有些東西舒服一點 你去黃國場一定舒服 還有大球場 我都是看戲碼 或者有些球場其實是很緊密的 黃國場是 港會場也是 如果你想跟剛才近距離接觸 九龍灣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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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經常覺得 港會和九龍灣公園 怎麼踢職業 是的 這是一個生態上的悲歌 但我們今天就不會說 講得太深入了 講講超 很大機會 李文的錦標就應該是指日可待 那講超實不對 即是踢20場 李文如果我沒有記錯 現在踢了17場45分 是 如下三場 後日 作客對北區 之後作客對深水埗 沒錯 然後作客在黃國場對傑智 是吧 這三場 這四十五分 傑智我沒有記錯 應該踢多李文一場 是 42 他拿盡48 如果如下兩場 我當你即時贏 李文 大埔 第16場38分 如下四場贏了 包括明天最難打 作客對南區 之後對 進鋒那些 港會進鋒U23 應該容易一點 他相對之下 如果明天他贏了 有機會得到50分 但只要李文 接下來 對中下游的 北區中下游 都算好了 是 還有深水埗 可以贏了51分 基本上就不用看最後那一輪 嗯 那正常 如果李文不自爆之下 他應該就 我都想看下他第一次 這樣講招 是啊 還有李文欣 就是班主李文欣 其實都 都是很有心的 其實早幾年 當李文 李文創會到現在 其實 只贏過一屆 但是青鷹杯的含金量有多大 大家想知道 我經常覺得青鷹杯 可不可以想一下 不要說以前他總督杯 是吧 或者 就是 不要被人覺得 好像是杯仔來的 其實蔡馬會會贊助 不是杯仔 但因為那裏有三個 U22球員 那些人經常抓後備 就是不重視他 就是你總要想一下 我們經常講 四大杯賽 四大杯賽 雖然那些長次要遷就回 亞洲族協的規定 但是你要想一下 如何將這隻杯 推廣 大家重視一點 不要經常覺得 杯仔 杯仔雞肋 是啊 譬如未來月中 流浪對著 傑子 就是聖鷹杯決賽 那怎樣可以再高一高 它呢 銷一下呢 不要讓大家覺得 香港幾大杯賽 得足重杯 銀牌 聖鷹杯 獎金不是高 但是就 畢竟你說有馬會贊助 還有就是 對於年輕球員來說 那個推動力都大 嗯 李文說回來 其實就投資了這麼多 還有是 方向都是挺清晰的 包括 植根社區 就是中國國區 加上 就是那個科技化 因為其實李文呢 就聘請了很多一些 現在在 足球崗位上面 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包括營養師 數據分析 專員 這樣 其實 講到這裡有些悲哀 我說現代化而已 但是其實 外國很多球會 這些 這些 相關的專才 地比街市 這些技術分析 國家隊那些 隨時可以有成 一百 就是 日本也說 有成二十幾個 甚至說可以 可以這麼多 是啊 但是香港 有一兩港才好 有才好 還要分分鐘由自己教練 或者我不知道 會不會有些球員 可能身兼兩三職 幫忙剪片 幫忙檢查你那些 心跳帶那些 有什麼出奇 你也知道 這個球圈的東西 所以李文是把這些 崗位上面 分得很細緻 當然 結智都是一間 仍然都是 香港來講 營運最出色 或者就是 最有吸金力的球會 還有石門 但是樓上石門 就覺得 為什麼石門 這些不是應該 給大家的球會 什麼時候會 是吧 都被人救病 是 即是那時候的 政策上面 不過 你別管了 起碼結智有自己的 訓練場地 跟著又有自己的餐廳 所以 結智和李文 確實是現在首位一致的 即是經營上面 東方 亦都有它的底韻 即是東方比較長遠 對 那個方針 還有就是 望遠些少少 以及更難求 就搞得很多 是的 難求 所以我們希望 就是見到 我們不是說 全部分析了李文 我們就是最希望見到 多些球會 向著一個 健康一些的方向發展 但是我 我都不想 作為球員 我都不想 批評些什麼球會 但我實在忍不住 譬如說流浪那些 或者你說 有哪些例子呢 季初的深水埗 季初的深水埗 其實經營都是 一坦不土 很亂 又換這樣 又換那樣 跟著 分手事件都幾 即是 都幾豁達 處理得很不合當 是 因為一間球會 除了你說 裡面的架構管治之外 其實你對外 你以為這些 好像等於我們做節目 我們 present出來的 訊息 或者你怎樣去 對你的觀眾 對你的球迷 這些都是 運動 體育總會 要做 要處理的一個環節 而你輕視了這個 其實是等於 你將你對球的形象 進一步 在你的球迷心目中 減退 嗯 所以當你的形象減 可能你 亦都散助商 或者就是 可能外奸 或者說一些 不看本地球的球迷 就會 一直說 香港球 垃圾來的呢 就是當然了 業餘一些本地 你看 譬如你講說流浪 你怎麼會被球員 是負責去排陣的 但球員出球 不是的 不是這樣的 那件事 流浪 真的是很 很細節的 是 如果你是 李輝立或者 你是 莫生 莫勇強呢 他們這麼多年 都仍是 很熱心的 這些 你沒有辦法 就是 不得不佩服他們 但是你說 其他在細節上面 因為他們始終 上兩三代的思維 經營角度 他們沒有緊貼現在 有一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或者他們不會留意很多 外國到底的足球環境 這個足球領域上面 有些什麼是進步了 停留在以前 固步自封 你就永遠都很難會有進步 或者會不會 喂 行不去煮行飯 我們有 搞定就可以了 是嗎 李輝立的管理 其實差不多 這麼多年 你說今年 可能據了信譽民意 沒有報這個東南海杯 好厲害 真的今年不報 你知道為什麼專心遮影杯嗎 你知道嗎 劉浪上一次拿錦標 1994到1995年 捉獎杯 我在那場 我都說對東方 是啊 好像三比一 有比數我忘記了 我還說很辛苦 那一輛就是欺福特首的門 對東方 是啊 譚紹偉應該那一輛已經過了 去劉浪 是 那時候譚紹偉 剛剛出道很久 當時他離開東方時 大球上有MV球 現在不同 你說香港的管理空間有時候 大佬 我們擺得多少錢 你民營算好了 譬如你入選港隊 我有五千元給你 算是傑似 你說傑似在阿貫就得好 但是你看後 你對比別人 泰國 甚至新加坡 那些班費 嗯 就是你 別人那些 可以說成一的 譬如你泰國這些 你香港 都可以說千萬 三千萬 四千萬 算很多 你怎麼跟別人比呢 然後連班費也不多 你想我們有什麼管理呢 還有你說 講到錢那裏 球員的薪酬條件也是 嗯 真是有 我想 那現在十一隊球裡面 可能有一半的球員 即十一隊加起來 有一半的球員 人工都是不到五位數 月薪不到五位數 那你會問 喂 怎樣去維持他們的生計 球員都要吃飯 那球會呢 就安排了 最多就是 教球機會 嗯 教一些低組別 青年軍 是啊 女子足球 或者是 走入校園等等 甚至譬如你 給你說一下波 梁冠聰 他們是不是 是啊 沒錯 所以就加加起來 就叫做一份 可觀一點的收入 但問題就是 當你作為一個球員 你這麼多時間 你有些時間 分配了去教波 或者是做其他事情 不只是在工作上面的範疇 有些可能是做保險的 嗯 那你何來有精神時間 去有一個正常的作式習慣 嗯 還有就算 我這樣想 是 就算你不做那些part time 但本身 你有多少練波時間 但你不是結智 個個有成員場 是 就算東方現在為自己的場 其實都不是十一人的 他訓練他場地 你是 喂 沒有啊 一個星期 練得那兩節波 你想我怎樣啊 還有啊 你今天是在仿真草練 明天你是在真草長練 我當你 很幸運一個星期 全部都是在真草長練 嗯 喂 何文田 你這陣子 你繼續保持著看波 嗯 何文田的草地 和我想 香港哪些草地長 質素比較好 一時想不起 樂富 樂富是不是 真草 真草啊 真草啊 有想到嗎 難想啊 我知道是很難想的 馬鞍山 馬鞍山 何文田那天 如果大家有去過 佩水庫那裡是凹凹不平的 嗯 高山低谷 你今天練何文田 明天練馬鞍山 都已經是兩回事 兩種不同的感覺了 然後你說這個場地 有產草 那個場地沒有產草的 又是兩件事 你聽到這裡 你都笑 不是開玩笑的 可能有些 觀眾朋友 他們沒有留意本地波 或者留意 在匡民署管轄下的草地質素 其實你走過 你見過 你都見到的了 那些草地的環境 所以 就算比賽的場地都差了 你看看 九龍灣公園那天 整整個 都在那裡 都在那裡 三點開波 已經補回我 延遲到三點半 你沒有什麼大球場 可能近一兩年 你快九十年代的時候 又花了你錢 你更多錢 那些 什麼草 什麼地 簡直 我都見不到草 管理的康民署 死定了 康民署的管理 那我經過 看見中大那個 校舍裡面的草地場 三分二都是沒有草地 沙地 沙地 那就是說 其實不是說 只是 平時給大眾使用的 康民署這些場地 那你說 可能大學的院舍 嗯 學校的場地 可能 原來很多都是這樣的情況 嗯 那就是說 那個根基 下面底層的那一層 因為你學校就有一個根基 嗯 有一個平台 都沒有好的質素的草地 去給一班學生哥去踢球的時候 那你再到上一級 那你就說 結合清分 又沒有場地 又沒有時間 嗯 那有些什麼 中度可言呢 就是 我都要講到安達臣 有人說安達臣 其實教講的成績都不是那麼好 是 不是那麼好 你試一下阿韻入四強 你行不行 你試一下 入亞洲或決賽州 都是很難的 雖然你說香港 這次入亞洲 決賽州 其實都 就是你在 分組賽 即外圍賽 外圍賽都 都算有些 很幸運 但你都一定是要教得好 到決賽州 竟然真的好 你說不是 那 你入碧場 但是又空球少 我們想一下 你教的是什麼球員 香港本身 爭取得有質素 但每個人訓練力又少 那些財源又差 有時候參差 有時候人人造草 連正式比賽 也有職業比賽 也有時候爭草 跟著 你面對這個 是什麼足種呢 這幾十年 那些足種水平 都是這樣 然後你可以將一對球 搞到這樣 其實都真的不容易 我想成績 照指上賽職計 當然是不好 但是 如果你看比賽 內容班球員的 那個速率 還有那個 信念 我覺得 mentality 那方面 是加強了很多 還有那個踢法 以前 我就 阿正 看 起碼十年八年 一些 固有的風格上面 都是防守反擊 都是很被動 民手突擊 四字真言 沒得輸的 但是現在 喂 能夠多了一些 中前場的壓迫 能夠多了一些 攻守轉換 加快了節奏 雖然呢 對於球員來說 是負擔很大 因為始終聯賽水平不高 你硬要推高一些球員 你也要能力升任才可以 就算你一個判過 有這樣的能力 但如果你說結合整個團隊的話 不容易做到 或者你說 譬如你說 睡以前我就看完 後來他就沒有了 現在整個U23 隨時下一屆都未必有 U23這些 你叫做清訓 我經常想問他俗重 你清訓是怎樣 是逐個階級 U23 不是我其他球會 不要的年輕人 給我 借給我 我要 或者那些超齡 你們不要 我要 應該逐個階級 可能有六歲 U23 U23 U16 U18 訓練又上到U23 是這樣的 人家的訓練 香港不是有空 就剩下一個 香港零八 又剩下一個U23 不是這樣 你不是說這樣 就等於 你說是給多了機會 但其實人家的清訓 不是這樣做 它是捉獎 根本就是五個字 資源回收統 難聽一點講句 還有 就是把整個清訓的意思 本末倒置 嗯 沒有任何規劃 這麼多年都是 我不要說 什麼計劃 什麼計劃 你想想這麼多年出過什麼計劃 但是真正 實行到的 去哪裏 或者這些資源 現在大家都會大眾 就在問 喂 甚至你說 遲些再開一些研討大會 政府 就是說想去 和政府又有些磋商 嗯 去談一下 怎樣可以再 扔多些錢去搞足球 這樣 那你怎樣去說服到別人 那你這麼多年來的公職又是怎樣呢 好了 而當你去和政府去談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如果只是看一些很簡單 基本的表面戰績 比賽的戰績 或者現在球員 哪些都在 你轉不得心的話 現在我就覺得 根本在架構管治上面抓種 他可以將這個 整個足球產業很細緻地去 告訴你 有些什麼問題 的相關人士呢 很欠缺 很欠缺 喂喂 這麼多年都有一群人 就算有些有心投資新進來的 都未必那麼容易入到你架構 第二 就是 喂 香港搞足球事業 搞多幾年 不搞的時候 很多都是這樣 搞多幾年 不搞 有些巨型班又不見了 你不要說以前 因為是要保護你 當時遠遠東升 是吧 保護你霍家搞這波 不要外紅 搞到人家 就這樣說 補老話都 唉 這樣我們不搞了 好了 然後到現在 就算你有心搞 你虧多幾年錢 就沒有人了 雖然我 五件都經常被人說 有些球證的問題 但最少人搞了這麼多年 莫耀強 那些他也是 等於李文欣 我經常都很擔心 下年李文還會不會搞 等於晉峰現在 都傳出 就是 它很難 再加上 譬如你香港足足 你想想 政府每年有2500萬票給你 我幾百萬請到CEO回來 他CEO出來 他做什麼呢 我編國採證表又不行 好了 跟那些職業相處又不行 然後 出了新聞日 又賴不知道 什麼人在那裏 就是 那些資料 就哪裏散出來 我就最生氣就是 開幕日 他講超 你走去看女子 他世界盃 都不留在你香港開幕日 但你香港 中間CEO 你是用納稅人的錢 請你他回來的 你又怎麼搞 你從這些角度去講 我是從一個 從業員的角度又講一下 大家不妨上去 抓種那個網站 嗯 你就會發覺 你一按上去 就有這個404 什麼 什麼 那個什麼 404 error 然後要等9秒 才可以自動進去 而這個情況 是已經持續了 半年了 不是開玩笑 你說一個官方網站 抓種的官方網站 搞了半年 都是這樣的情況 我還沒有跟你講 陣容上面有什麼缺陷 譬如呢 你看看這個後備陣容 三個龍門裏面 有一個是框住GK GK就是goalkeeper 另外兩個人就沒有框住 接著在數據上面 就永遠都是不update 或者在位置上面 甚至有個出生日期 有個球員的出生日期 是1970年1月1號 應該是1970年1月1號 那是default 是的 歸根究底 他們就會說 沒有錢 沒有人 沒有人去負責做這些 又是數據管理 資料管理 那就是這樣 結果你沒有人做 或者是你卸做的 結果就是你不能夠 透過這些 基本的社交媒體 帶到一些 合適的資訊給大家 那大家有九月九日 覺得 所以你連你都是這樣 那我都沒有啦 我都沒有寄望 就是這樣的態度 如果想想一下足總 如果不是有班 譬如真的假設市場 譬如又會選一下流行曲 即是開場 盤床撤破一下 好像去卡塔爾的時候 都安排一些球迷 黨安達臣 那些去見面 這些都有一些有心的員工 但是你去到最後 整個架構 根本是不行的的時候 就算有幾多有心的員工 可能在細節上 會變得更好一點點 但是整個大的道路 都是不行 都是爛地的道路來的 你說這件事 我身邊都有 我們身邊其實都有很多 曾經做過足總的同事 他們在進去做事之前 滿心歡喜 酬脆滿志 不是做到很高層 但是覺得是一份使命感 很光榮 為你心愛的香港足球 出了分離 結果呢 幾個月後 或者幾年後 出了分離 他們每個的表情都是這樣 垂頭喪氣 頭痘痘 很無人 很灰心 就覺得裡面可能 有很多 如果你想幫到手做的事實行不了 那種種種原因 這些就不詳細說了 但是感覺就是個個都是這樣 但是為什麼呢 或者你作為 不要說說一個總會了 一間公司裡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這個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 但是其實 如果你二十年前去講足總 我們都在講這些問題 就是 可能二十年後都在講這些問題 不過這樣 即是說足總之外 我們都要講一下 最後講一些預測 那些人最喜歡聽 剛才講廣超 是 你估計今年最終廣超的冠軍 花樓淑嘉 肯定是李文的 肯定是李文的 大埔不是真的沒有機 大埔我覺得就是第二 希望南區有五十分 是吧 哇 五十分他也好 那倒是 大埔其實 今年大埔他挺好 我覺得大埔東方 尤其北居 這三對我 是挺突出的 其實如果你問我 那個團結度 或者整隊伍攻守平衡那方面 大埔 可能大家對他的期望值 沒有那麼高 所以就自然現在 他們踢出來比較 令大家起出無礙 你會覺得他們是 今季前列分子當中 最對版的一隊 你問我也是 即是你說選最佳球隊 我都未必會選李文 可能會選大埔 所以就 今屆我自己相信 最後順序 一二三就是李文 大埔和杰志 幸好就沒有鋼班球隊 否則我愛他 就可能會來貴 下一次金聯賽 但是他來貴是否搞的 他會搞的 很差 不用擔心 又有進鋒粉絲在這裡 告訴大家 因為 至於為什麼我有這樣的信心 因為我有些內部的事情 我不方便透露 但是 就是 種種跡象 或者從 祖軍角度 不可以這樣說 大家比較容易明白 從祖軍角度 我看不到有什麼跡象 是下季會散班 所以大家應該放心 我和你估計都是一樣 李文大埔 就是 杰志 廣超 就去到這裡 我叫櫻超 櫻超 我先問你 馬祖華先頭 李物浦你代流嗎 數字上載 對 數字上載機會 是 是不是 你又怎麼看李物浦呢 你都恨自不成鋼 是不是 李物浦一定是頭三格 哈哈哈哈 沒辦法 有時那部戲虧了 去到季尾 回落了都很難 也算是這樣的 據今教李物浦 你說萬成 亞森諾立萬成 亞森諾過了一次 他現在難打的波 對班尼茅夫 作客對曼聯 最後一場對愛華頓 這三個人都要走 等於你 你萬明博 你這樣的管理 你已經死定了 這麼有錢 這麼歷史的球隊 在英國 他拿得最多頂級聯賽冠軍 就是他和李物浦 這些管理搞得一坨屎 然後那個教練 就是坦克那些記招 是這樣的 好像不知道在那裡 搞什麼差事 每天都被人笑 是做糟 是這樣的 如果你這三隊 你都贏不到 你沒話說 萬成 其實 對他們可能都熱刺 難打少少 不過熱刺呢 那個世界很弱 所以我覺得 萬成 萬成 還有 你可能 或者大家沒有想過 萬成 會這麼早在歐齡出局 雖然他們都是被另一隊 黃馬 強隊淘汰了黃馬 但是當你去到最後關頭 剩下兩三輪的賽事 你都只剩下聯賽一條戰線應付的話 變成了那麼穩定性 萬成 你很難會相信他們會 失分 雖然 不過阿仙奴走這個東西 是 阿仙奴就真的走這個東西 我也想 看看阿仙奴 這麼久沒有捧過聯賽冠軍 看看他 我醒來 今季 會不會有種感覺呢 就是 利物浦有一年 和萬成 鬥到你死我 他最後欠一分 那一季 和今季 可能會有些相似 踩兩頭馬車 可以當作利物浦沒有機會 即利物浦想四貫他那一年 是的 即是 那一年呢 利物浦把自己去推到很高峰 嗯 但是只不過 萬成一直撐住你 那我現在的感覺呢 來到季尾就是好像 大家只剩下一條戰線 那萬成 阿仙奴是優 我也承認 而且比上季呢 今年二勝好弱 是啊 好弱 比上季也很有進步 不過可惜 遇上萬成 歐聯出局 人家只剩下一條戰線 專心去比賽的話 他們最終都應該會撐住阿仙奴 即是今年的萬成都算一般的 是啊 今年都不行 即是不可以在萬成手上拿一條杯 唉 這樣 可惜的了 不過 估計萬成雖然就想看看阿仙奴 好了 那我去到歐聯 嗯 歐聯 我覺得呢 我在四強手回合 我在自己的頻道都這樣說 我在四強開始之前 我覺得是黃馬對巴黎的決賽 嗯 雖然巴黎就落後給多姆第一球 但是你說論人腳質素呢 始終都是清鮮一點的那隊 以及以多蒙的防守能力 次回合作客去到法國那邊 我相信都挺難頂的 至於黃馬和霸仁呢 確實是兩紅相遇的了 哪一隊出局你都覺得是很可惜的 但是我覺得 因為霸仁呢 中後場的防守也不是那麼穩定 你看急門災片就知道了 所以 我相信 論球員的平均 綜合能力 攻守那方面 黃馬回到主場 又會是 略略機會看好那隊 嗯 即是冠軍呢 哇 冠軍 其實我是傾向 我是想支持 PSG 的 不是說我喜歡法國這個地方 或者不是說我喜歡他們 對某些球星 因為他們沒拿過 那我是曹強富裕 否則都不會支持張鋒 就是打比 是嗎 對 打比 還有會不會在他可能下季 離隊前 好有機會離隊 雖然現在還沒官書 離隊前 有個完美的結局 拿到歐聯錦標呢 我就希望是這樣 不過呢 正常排面計 一定是黃馬的了 不過我只不過我請先 就是我希望主公議員 把雷可以碰到這個意思 即黃馬 結合黃馬的PSG 估計黃馬 是 我和你一樣 是 這個無分別 歐巴呢 歐巴 歐巴 馬賽亞最喜歡對波圖 馬賽亞現在不是對波圖 現在是對亞特蘭大 亞特蘭大也是有女神之稱的 以甲的女神 反而我決賽 我會看好亞特蘭大 搏一搏 有個爆冷的機會 還有亞特蘭大我覺得今年 你記得當年那句什麼恥辱 耳甲之恥 有1.7元 那時候 那一代的亞特蘭大 其實就是進攻很強 但是今年我覺得他們平均 還有好像大眾 將焦點擺在利華虎信 亞特蘭大 或者其他球隊都沒有人提 去到決賽 收檔 都不是利華虎信的對手 這個情況很危險 我覺得 亞特蘭大這波挺好看的 這幾年亞特蘭大都不差 挺好看 雖然說他可以以甲不蠢 不差 四四五 四四五 我都挺喜歡他的踢法 不過我也是看利華虎信 因為虎信 他差這些決賽 因為他是季未不敗 其實每場球是很多攻勢 按住來制 其實不應該那天那麼少球 不應該那天那麼險 一早就那天 他幾顆 他多射門 把力再廣善一點 就真的是他殺了 是啊 還有把握機會 因為夏季是甚麼光景都不知道 夏季你說 插比亞朗素 雖然你覺得對他的執加功力 很推崇備至 但是 夏季始終要應付歐聯 能不能夠保持陣容的穩定性 和球員表現的穩定性 這個夏季再計 但是今季你一旦有這個機會 拿到三冠 球會史上最輝煌 還有不敗 是不敗 嘩 好少有 主要 勾協聯 昨晚奧倫比亞公司做黑贏 這個真是爆冷 維拉4比2 然後科隆添立 和執加女人 好像3比2 3比2 3比2 最後怎樣 這個難搞一點 因為呢 本身我沒有想過維拉 昨天輸球 還要輸兩球差距 我覺得次回合有機會翻新的 嗯 就好像對利爾那樣 12碼 搞定女準 是的 因為你會說 喂 主場都輸2比4 還有現在要分心爭前四 行不行啊 但是我覺得奧倫比亞公司 其實都不是強得去哪 你說作客維拉要追落後 如果把心一橫的話 你說收復兩球的差距就不出奇 我覺得他比我看好維拉多些 你說在決賽 雖然好像有些 哇你不是吧 有些癡人說夢 還有落後兩球 你還貼維拉可以出線 那 才無以待 那維拉對哪一隊先 Pelantina還是布魯尼亞 這個 那邊我覺得 就很半斤八兩 因為昨天其實布魯尼亞 是踢少過的 嗯 但是Felantina 都是去到最後關 才鎖定勝負 嗯 布魯尼亞有機會可以反線的 不過 因為Felantina 就是一隊 比較善打 防守反擊的球隊 主攻呢 可能未必是他們最擅長 那現在因為有領先優勢嘛 所以去到次回合 如果安於打防犯的話 其實 他們應該都可以保持不敗 我覺得在決賽呢 嗯 會是維拉對著Felantina 我可以跟他少許不同 剛才歐白的作為一樣 不過我就猜你猜猜猜猜 贏亞特蘭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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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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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就是奧林比亞公司 就是 都是對Felantina 嗯 那 有稱先Felantina 少許 雖然奧林比亞公司 有我喜歡的 都踢完過 四大聯賽是做維迪 不過他打RB而已 是 那你喜歡做維迪 是 就是 我還在前面幾下 挺喜歡提提他的球 挺優雅 是 今天我們差不多了 好 搞到超時了你十分鐘 沒問題 多謝大家 多謝那麼多球迷 都未必回答到那麼多球迷留言 就是 一人說萬臣俗 中本是踢完聯賽之後 就是隊星踢的 是 那一場就 應該不會影響到你聯賽 是多少 不會 不會 就是你踢完隊星踢 還有對曼聯 我都是他講一句 今年的曼聯 如果我頒獎 最有娛樂 哇 看曼聯聯賽球這麼好看 真是 頒獎給他 對高雲地利 等等 對曼聯聯賽球的完全是他兩隊球 但是 好像那些 很飄分 很飄分 很棒 我喜歡看這些 也不是他球迷 就不會有心在命的問題 如果是球迷 就會入院 當然 你真是 裝定平安中 是啊 好 多謝阿黃宗偉今天 不客氣 多謝你阿正 好